喂,好,我们是学习练3.0,好 记早上了,就是我们发现 就是在制作学习细程的过程中 发现有几个问题,就是表现形式的受限 然后需要经过特定老师的认证 还有档案大小 跟后来讨论中有发现 还有档案会容易丢失的风险 所以我原先的预想方式是 有点制造类似00的平台 让高中生可以在上面直接上传同时与他人互动 并利用就是区块链的特性 就不需要,就省略掉老师去 必须要老师来认证你的部分 好,那就是今天我是 今天才加入这个团队的 那我是来自decentralizedHK的 所以我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伙伴有分享 那个decentralizedHK是用什么样的技术 去做去中心化储存和索引的 所以我就是想到 诶,这样的技术其实还蛮适合 现在这个专案的 毕竟如果要为了这样的一个专案 去打到一个新的区块链 其实成本非常高 所以我们不如去运用现有的资源来做 对,那所以我们打算的解决方案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写一个存前端网页 那这个网页呢 它就是后端就是直接去操作 区块链上的资料 就像是今天下午分享的depop.space 它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就是写个前端网页 让学生透过我们的网页 将它的学习历程的内容 不管是一个论文 一个文件 一个报告 一个影片 把它上传到 Litecoin区块链上面 去建立一个ISCN记录 那比较大的档案 它就会储存在 在IPFS、RWIF这些去中心化储存的地方 然后并且在连结在那个ISCN的MetaData里面 好,所以我们这样子做 它就有一些特点 首先我们这个网站它就会是一个web3 native的网站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做所谓的注册 你的内容是直接由你的这个钱包去拥有的 所以这就是线下最潮最新的网页模式 对,那此外 我们这就会是一个开放生态 我们的所有资料本身一开始就在区块链上 它就是开放的 所以说今天 如果你不满我们的网页 你觉得网页写实在太烂 太难用的话 你可以自己写个程式去上传你的资料 那你也可以自己写个程式去策展你的资料 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 所以可以让它可玩性变得非常多 那我们的档案 刚才有讲到它是储存在这个IPFS 还有这个RWIFT 所以说它是保存的可靠性 是比政府的一个奇奇怪怪的伺服器来的可靠多了啊 就是之前那个平台档案弄不电 真的是很夸张耶 好,再来 最后一点 呃,就是我们目前的学习历程 它有一个所谓这个师长认证的环节 那我们原本是想要透过区块链把这个环节给去掉 但在经过讨论之后发现其实 呃,真人的认证还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事情 非常难以取代 不是用技术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们想要反而过来用区块链去加强这个连结 也就是说让使用者 呃,让那个区块链上的记录 可以由师长 他去用他的钱包去签名 去sign这个记录 对 所以就可以 呃,让 今天呃,一个 一个学习历程 它可以不止由你学校的老师 去帮你背书 帮你写推荐 还可以由你在校外认识的老师 去帮你写推荐 它就可以让整个整个系统变得更加多元 好,那我们这个专案今天是刚刚开始 所以我们现在在真人中 我们需要这个网页前端工程师 UI UX 设计师 然后如果有区块链的相关经验者 就会加分这样子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谢谢大家